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小一 乌克兰军队对莫斯科发动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俄罗斯国防部11月10日报告称 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了70架乌克兰无人机 其中包括莫斯科州的34架 这是乌克兰对俄罗斯首都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无人机在上午7点至10点之间进入俄罗斯领空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了34架无人机 在布良斯科州上空击落了14架无人机 在奥利尔州和卡罗加州上空各击落了7架无人机 在库尔斯科州上空击落了6架无人机 在图拉州上空击落了2架无人机 未经证实的社交媒体账户分享了无人机 飞越房屋和随后损坏的镜头 据报道莫斯科州至少有一人受伤 莫斯科市长苏比亚宁表示 该市的紧急服务正在工作 与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集成 莫斯科的四个机场中的两个 多莫捷多沃机场和卢科夫斯基机场 由于无人机的攻击和威胁而停飞 系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后来关闭 但此后航班已恢复 俄罗斯于11月9日 10日对乌克兰发动了最大规模的夜间无人机袭击 有145架无人机进入乌克兰领空 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击落了62架无人机 据总参部称 早些时候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破坏了布良斯科州的一个俄罗斯弹药仓库 乌克兰总司令希尔斯基表示 乌克兰今年增加了对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 上个月无人机摧毁或损坏了52,000个俄罗斯目标 无人机技术正在迅速发展 我们必须领先敌人一步 这位将军在10月9日说 用乌克兰安全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 接受采访时说 上个月 特威尔州的一个弹药仓库 被我们从地球上抹去了 就在几天前 乌克兰证实了对另外两个武器库的袭击 英国国防部表示 这些袭击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战争中造成了最大的弹药损失 特朗普促普京避免乌克兰局势升级 知情人士告诉华盛顿邮报 特朗普于10月7日与普京通话 这是他们自特朗普大选获胜以来的首次电话交谈 一位熟续讨论的消息人士表示 在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度假胜地的电话中 他建议普京不要升级乌克兰局势 并强调了华盛顿在欧洲的重要军事存在 消息人士要求匿名讨论这个敏感话题 据多位消息人士称 特朗普和普京讨论了欧洲和平的重要性 特朗普表示 有兴趣继续进行旨在尽快解决乌克兰战争的对话 图片2024年10月28日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在美国佐治亚州举行的全国信仰咨询峰会上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 特朗普承诺立即结束乌克兰战争 但没有详细说明具体的计划 私下里特朗普表示 支持一项允许俄罗斯保留一些备战领土的潜在协议 消息人士称在通话中 他简要的谈到了土地问题 消息总理欧尔班在10月8日的一次采访中声称 美国人将退出特朗普领导下的乌克兰战争 这次此前未被报道的通话 是在特朗普周二赢得大选后 对他重新调整美国与全球盟友和对手的关系的方法 普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进行的 11月7日 特朗普告诉NBC 自赢得大选以来 他已经与大约70位世界领导人进行了交谈 包括泽连斯基 在他与泽连斯基说完后 把手机递给了马斯克 马斯克与泽连斯基聊了一会儿 据两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称 乌克兰政府被告知与普京的谈话 并且没有反对 消息人士指出 乌克兰官员已经认识到 特朗普打算与普京就潜在的外交解决方案进行接触 特朗普与世界领导人的初步接触 是在没有得到国务院或美国政府口议员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 特朗普过渡团队 上位与总务管理局签署协议 这是总统过渡的标准步骤 拜登敦促特朗普不要放弃乌克兰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萨利文 11月10日在接受CBS新闻采访时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将呼吁国会 在其任期的最后70天内 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 拜登将于2025年1月20日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正式就职时 离开白宫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 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华盛顿 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政策 沙利文说 拜登总统将有机会在未来70天内 让国会和即将上任的政府证明 美国不应该离开乌克兰 离开乌克兰意味着欧洲更加不稳定 沙利文表示 拜登将敦促立法者 向乌克兰提供持续的资源 但拒绝透露这些资源将包括哪些契机 拜登政府已经承诺 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之前 向基辅提供剩余的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沙利文表示 这些资金将在1月20日之前 按时足额汇出 当被问及白宫为乌克兰防御 防止特朗普的战略时 沙利文表示 政府不打算改变其基本战略 他说 你们的方法与过去两年半的做法相同 既让乌克兰在战场上处于最有力的地位 从而最终在谈判桌上处于最有力的地位 乌克兰长期以来一直敦促美国取消对使用美国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领土上的目标的限制 并没收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将这些资金用于基辅的防御 拜登有机会采取这些措施 但距离上任仅剩几周时间 采取行动的窗口正在关闭 沙利文在接受CBS新闻采访时 没有提及任何这些措施 他确实表示 俄罗斯感受到了美国严厉制裁的影响 他认为这导致了该国的通货膨胀上升和经济停滞 他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俄罗斯的前景看起来越来越暗淡 关于莫斯科与平壤不断升级的军事合作 沙利文表示 他不知道普京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承诺了什么 以换取朝鲜军队在地面上与乌克兰作战 我们不确定 坦率的说 我认为普京不确定 他说 我认为他可能还没有决定 未来要为朝鲜做什么 纽约时报11月10日报道称 俄罗斯正准备 已包括朝鲜军队在内的5万名士兵 向库尔斯克州发动攻势 四 俄朝将在库尔斯克州发动5万人攻势 据纽约时报10月10日 援引美国和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 俄罗斯正准备包括朝鲜军队在内的5万多士兵 向库尔斯克州发动攻势 据乌克兰官员称 袭击将在不久的将来开始 乌克兰于8月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动了突然攻势 尽管俄罗斯军队已成功地收复了大约一半的领土 但乌克兰仍在坚守阵地 根据美国的一项新评估 俄罗斯在没有从东部前线撤军的情况下 集结了5万名士兵 武汉东部仍然是俄罗斯的优先事项 他在顿内茨克州南部以及托里茨克 加西夫亚尔和库布扬斯克附近取得了显著进展 一名美国官员告诉纽约时报 尽管俄罗斯通过导弹袭击和炮火 成功夺回了库尔斯克州的部分地区 但尚未在那里发动重大的进攻 一些专家表示 这支新部队的成立正值俄罗斯上个月损失最惨重 朝鲜军队可能正在替换受伤和死亡的俄罗斯士兵 英国国防参谋长拉德金上将声称 俄罗斯在10月份平均每天损失1500名士兵 上个月抵达俄罗斯的朝鲜军队 可能会直接参与库尔斯克州的行动 据名乌克兰官员称 这些部队已分为一个突击部队 和一个支援部队 纽约时报写道 他们将作为轻步兵作战 在没有装甲车帮助的情况下 他们很容易受到乌克兰的炮火和无人机的攻击 美国官员认为 俄罗斯和朝鲜士兵在库尔斯克州与乌克兰作战时 预计将遭受重大的损失 泽连斯基于10月4日表示 朝鲜已经向库尔斯克州部署了约11000名士兵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于11月5日表示 乌克兰和朝鲜士兵之间的冲突 目前正在进行中 泽连斯基于11月7日证实 朝鲜军队已经阵亡 但没有具体说明具体的数字 特朗普即将上任 英法元首将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 英国首相办公室11月10日宣布 英国首相斯塔莫将于11月11日 在巴黎与法国总统埃马克龙 就乌克兰的国防需求进行会谈 这次会议代表了欧洲和北约领导人之间的团结表现 因为在特朗普连任之后 人们对美国支持其传统西方盟友的未来越来越担忧 预计两位领导人将在与法国和英国退伍军人 参加停战日纪念仪式后进行私下会谈 讨论乌克兰问题 斯塔莫的办公室表示 会谈将反映两国之间的密切纽带 其中许多纽带是由英国和法国士兵 在前线的牺牲建立和巩固的 斯塔莫的访问是自1944年首相丘吉尔访问法国以来 英国领导人首次参加法国停战日的活动 在英国广为人知作为阵亡将士纪念日 在美国被称为退伍军人节 以纪念1918年10月11日签署的停战协议 以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实现停火 特朗普的连任为乌克兰欧洲和北约 开启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 鉴于特朗普对美国援助的抱怨 以及他关于迅速结束战争的吹嘘 美国对乌克兰的国防资金 可能会在特朗普上台后枯竭 特朗普还批评欧洲北约成员国 在防御能力方面投资不足 并威胁要完全放弃对北约的承诺 在特朗普当选后 对乌克兰的访问中 欧盟首席外交官伯雷利承诺 尽管美国政策可能发生变化 但欧盟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 6.英国国防大臣表示 俄罗斯伤亡人数在10月创下历史新高 英国国防大臣在10月8日发表的采访中表示 俄罗斯在乌韩的军队遭受了 自全面入侵开始以来最致命的一个月 约翰·希利在接受每日电信报采访时表示 根据英国国防情报数据 莫斯科军队在10月份有41980人死亡 这相当于平均每天1354人 英国国防情报部门估计 自全面入侵开始以来 俄罗斯可能已经遭受了超过69万6千人的损失 这一数字与乌克兰目前 在10月9日报告的 70万7540人的总人数一致 西府报告的每日数字为1660人 是战争中第二高的数字 之前的第二高是10月25日报告的1630例 超过了一周前创下的1530例的记录 莫斯科军队最泄星的一天是5月13日 据报道他们伤亡了1740人 虽然俄罗斯军队遭受了创纪录的损失 但他们在乌克兰东部也取得了越来越快的进展 根据彭博社10月1日发布的分析 自8月初发动库尔斯科州入侵以来 乌克兰已经失去了1146平方公里的领土 据报道 截至11月1日的一周是2024年 全年失去领土最严重的一周 10月2日乌克兰总司令吉尔斯基表示 乌克兰等面临自全面战争开始以来 俄罗斯最强大的攻势之一 秋季顿尼斯科州南部几乎每天都有大片的乌克兰领土丢失 有时包括整个城市 而俄罗斯军队也在拖列斯科 恰奇夫加尔库培扬斯科附近 以及库尔斯科州的自己的土地上 取得了重大的行动进展 尽管形势严峻 但犀利告诉美日电讯报 俄罗斯的势头并非不可阻打 当被问及乌克兰在其西方盟友的支持下 是否能赢得战争时 他回答说 西方可以而且必须支持